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七师傅 大家好! 你好! 整个星期没见 那你先说一下抽奖的标 我相信这一集 现在看的朋友应该是星期五晚 今晚看完这条片之后 大概10点左右 我就会做一个抽奖 大家看完这条片之后 不要走开 我们现在看看奖品标是怎样 首先有一只 Posima 这一只好 369 这一只都介绍过 看看哪个好彩 37mm 这一只很漂亮 好 好! 这一只新出的 这一只很漂亮 看相片看不出情况 现在实物好像比相片更漂亮 立体 四个型 好军标 他那个面 好地球面 好像之前那一只 E-bottle 那一只 Tiffany 那一只面 那个文 他有一只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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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直京韦线的格仔文 是 是 好 这三只标 排名不分先后 我没说分哪只大奖二奖 至于三只标到时都会抽 另外再加上 Cornos有20张的优惠券 是的 有20张券 到时会通知大家 现在20张优惠券 最多可以优惠达到3000元 是吗 是的 最高每一张可以达到3000元 好 那我们进入正题了 那什么 全部二袖 哇 全部二袖 全部二袖 是的 有这些盘里面那些说起 这些是Omega Omega 这个叫小月球 这个叫小月球 是的 有些朋友叫做 自动了吗 这个 Moon Watch Reduce 是吗 是的 没错 它那个全名是这样说的 是的 相信这些都是 但是这些是自动的 是的 是胶面的 胶面的 如果手上全新的 现在都有 新标 那些是Professor 361 就是九字仔 这个小月球 这个款式很像的 只是小一点 很新的 膠面 有些使用痕迹都 他刚才说做了service Omega的service很贵 如果拿上原厂做 我不知道它是 我要问清楚 它是出去厂做 还是找师傅做 找师傅做 可能便宜一点 如果回到Omega 现在有一张正的 很贵的Omega Service 是的 现在这些标 变成正常 是的 那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 正标还是有盒 这个是正标 有个原装盒 原装盒 正标 没有卡 OK 那这个Omega 二数价是15500 15500 是的 晒这些 小月球 小月球 Speedmaster 15500 很有趣 拍片的时候 看到它灰灰的色 但是实物 它是黑黑 就是天花黑色一点 可能一些灯光照下去 是的 这个都算经典 如果手不是太大的 又想戴这款 可以考虑这小月球 好 好 那下一个 是 QB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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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牌子的 入门版的型号 是的 太金属 42mm 这个牌子 这个型号 也算值得玩 QBord QBord 最入门的 就是玩一下它的圈 玩一下它的六口螺丝 是 有些人把六口螺丝改了 然后转了其他圈 也有 即是做一个超市 可能加一些鑽石下去 可能加一些 换了圈的物料 即是六口螺丝拆了圈 是可以换其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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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是 玩待用 原装它就不会卖给你的 那些 是的 通常有aftermarket 通常都是这个型号 就是多人玩才有aftermarket 后市底 这个标的年份很新正 我记得 这个好像出了不久 应该是21年左右 应该是这款 这款标注是再新一点 是吗 22年 是的 上年8月 还是10月标 即是半年左右 电子卡 我认识了不久 它是电子卡 所以一定是3月之后 一定是上年3月之后的标 这款是42mm 是中尺 因为它有45mm 然后有38mm 那些人通常中尺导是最吃香的 好 那这款呢 是不是全套的 全套的 全套的 这款是全套的 有电子卡 加有盒的 那这款hubot 41mm 二售价是38,800mm 38,800mm 38,800mm 玩hubot 这个牌子 这个入门级的型号 是的 好 有兴趣的话 看看下来 好 胡迪扣 Hubot 钛金属 很轻的 钛金属 下一款也是Hubot 又有Hubot 这款很高级 高级款 一看已经知道 我想价钱一定差很远 差很远 但又好像还挺划算 是吧 不同级数 红绿石 碳纤 碳纤 是红色玻璃的 碳纤 红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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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红绿达 红绿达 红绿达 是红绿达 旁边也是有红绿圈 我看到 旁边 看看 不 只是玻璃 对 看到了 它的元素 就是红绿和黑绿 合在一起 还有它的圈子是碳纤绿 是碳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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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的感觉 好像更加贼乎 像法拉里 是法拉里 是法拉里 是 和Huber 所以刚才标面 都有红绿在左边 在9点位 所以它有红绿的元素 大家都知道是法拉里红 是的 没错 这里有马在标玻璃里面 法拉里的马跑了出来 应该是限量版 通常是和法拉里线线 这些是限量的 都是护折扣 护折扣是探线的 新阵程度有九成 寶崩的 限量一千枝 这枝是 七十几号 这条是否胶带 胶皮 胶带 胶带来的 扮胶带有线线 但看来应该是胶带的 因为它配合赛车款 五个型 五星 这只机身不是行Syneth 也不是行FP 那就是HUBLOG的自家机身 是 它是unico系列的 我看到这个蝴蝶扣 它也有HUBLOG的Logo 对呀 做得很漂亮 对呀 做得很漂亮 担蝴蝶 很有设计方面也有想过 因为人们很怕蝴蝶扣很银手 这只单蝴蝶就很舒服 上手给大家看看 上手是偏大的 有没有45%应该也有 有啊 有这只 长径尾弯是注意的 比较大 好 那这只呢 这只有什么价钱 这只HUBLOG是正标的 原价好像是25万左右 现在的二售价就是8万6千 8万6千 差很厉害 8万6千 很大的 如果有unico来说 HUBLOG不算贵了 8万多 这个牌子是好东西 这个牌子基本上很多都贵过很多LOW的 一定的 他那时候前几年流行得很不得了 其实他的级数都已经是超越劳力使用级数的 譬如你那时候很流行 HUBLOG Richard Mill都是同一类走统型的级数 那时候HUBLOG的价钱比较相宜一点 可能说十几二十几万 那时候这个牌子是很高兴的 这些是二手抵玩 我实际说是二手抵玩 是二手抵玩一点 对对对对 标准买回来都差不多15-6的 老实际说保值一定不及你现在第二只 看到你是努力使来的 努力使这只6真GMT Master II 无止境 这只不用多说了 绿针 对了 WILL GMT 现在应该有回一些 有玻璃是否有条线 不是花了 不是有一层的 没那么多花的 他这只标我记得查过都挺新的 即是没有崩 其实很简单 这只型号也不用多介绍了 基本上是 是否全套 有没有卡 什么连法 静标一只 静标一只 这只标停了铲 是 6针停了铲 虽然好像很普通 我曾几何时也有这只6针 还有针铲也停了铲 这只证标是什么价钱 这只 盧雷士这只证标6针 这只的二售价是8万元 8万元 我应该买很多 是 真的很多 之前都过10的 一定过10的了 不用看 如果你说半年前 好 8万元 证标 盧雷士6针 好 好 下一只 我都心思思 IWC 大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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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 Parischef 7日 7日自动 洋葱的 洋葱大巴的 有日历 7日链 厉害 7日链 说真的 100多个小时 是的 新款式是小的 168个小时 我真是夸张 这只 看看这只不是透底 这只是物底 这只应该是 应该走回新的机身 新的机身 是的 叠扣 丹湖叠扣皮带 这只是代用带来的 它还有原装标带 原装黑色带 是的 我代用的 这只可以弄 自己配搭的嘛 自己配搭的嘛 有主主 内容也这么英俊的 这只瓦钉带 对 瓦钉带 是的 因为这些Pilot 是配这个带才好看 有那个味道 对 那两个钉一定要 好 好 那这只Iden UC 是不是Full Set 这只都是Full Set 这只有卡有盒的 刚刚在二年做了Servis 它的保佣会延长 自到2024年的 还有多两年保佣 刚刚上了线 对了 上了线 还有多条原装带 对了 还有多条原装带 是真的上线的Servis吗 这个真的有iwc的上线 好像用了7000元 对了 有张单 对了 对了 好 那有多少钱 这只iwc 这只7月0大飞的 二售价是53,000元 是Full Set 有卡有效 还有有上线 53,000元 Full Set 刚刚是Servis 对了 还有保佣 新成程度有九成 45,000元 这只大一点 好 那下一只 下一只有什么 下一只 保佳丽 又有保佳丽 保佳丽真是好东西 每一集都可以出现 这只 泰哥 这是不是泰哥 鸣鸣鸣鸣鸣 泰极 泰极 黑白泰极 对对对 这些可以打中国功夫的泰枝 这个形狀好像之前介绍过 但不是泰极式的 我说之前有一只好像猴子的那个 那只呢 对对对 这个是另一个 那系列 什么颜色不同呢 它系列可能一样 但机芯未必一样 机芯未必一样 对了 之前那只是行AP的机芯 因为之前那只 好像很快都卖到那只 这只是行AP的机芯 这只 是 上次那只 第二天好像有朋友来买的 客人说这款是行保机的肉 哦 保机是一个好东西 对了 跟AP是同一个芯 是 是 还有有日力的 这个位置 在这个4点 5点之间 我想是个模组一样 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 大装来的 头施手 真是要看看这个机芯 跟上次那只一样 上次也是大装 都是 这个好东西 全套 这个好东西 富色 九成半 深圳程度 富色 黑白太极红猫 很多人考虑 买红猫 买黑色还是白色 好呢 但两只都拿不完 两只都拿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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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着下面就变成黑红猫 遮着上面就变成白红猫 对了 这只算是运动款 它的带和防水锁 是锁巴的 大部分人都喜欢 这个圈是做Buggeri Gel Jenta 设计 也是 通常Buggeri 圈是Buggeri 会比较多 多人喜欢 多人 这只富色 这么英俊 又是什么价钱 九成以上新 九成半 它原价好像九万八 差不多 它现在二手价 好像是四万多 你看 多少 这是富色的 2020年的标 这只富色价是四万 三千 四万三 富色的 四万三 第一个带地通纳 2020年标 是吗 是2020年标 那很新 OK 九成半新 四万两元 这个机身 计时 老实说 不要说地通纳 你买一只 买一只 买一只 Moon Watch 都要 是吗 买一只 Synip 要 要 要四到尾 如果 Woo Watch 都要 我觉得 这只 如果喜欢Buggeri的朋友 可以想想 这只 我觉得 这个价格也挺推荐的 如果是这样的价格 是大装 这个大盔 也是 44mm 虽然不可以说是自家机身 不算是 因为它也是用别人的厂去做 但是你说 它的 珍藏价值都OK 这个机身 不是通用机身 是 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机身 这些是 对 我想装机 对 再弄一只 再大一点的部机 给大家 48mm 这只 看过了 这只 真是强劲碑弯的朋友 大师也可以 强劲碑弯 大师也是 这只 很棒 我曾几何时 我都曾经帮这一只 做一个翻身 我记得 Surface 对 大师做得很漂亮 我上次做的 曾几何时有一只 都挺花的 我帮它弄到 叫做好一点 真是 这只 挺大人 新的一样 对 所以这只 我都很熟悉的 看到它的抛光程度 那些 纳纳亮 不过 这只很大一只 还有它的玻璃很有趣的 它拱形的玻璃 真是这个 很漂亮的 很怎么说呢 很水晶的感觉 是不是很水晶 是啊 看着曲线是很漂亮的 当然 大前提是 你的手是够粗的 其实真的挺大的 48mm 我自己觉得是挺大的 是啊 是挺厉害的 但我们很多客户都大了 这线条是很漂亮的 你看看它的側面 那个弧位的线条是很漂亮的 还有很多抛光鱼是真的很手饰的 感觉是 很漂亮啊 是一个很弧形的标核 是 是 这只很像的了 新的 新的 这是抛光加拉斯的 这是抛光加拉斯的 这个 很新的 这个很新的 很新的 对 幸好 对 是 这个标殼左两边的直位 那些抛光又是做得很漂亮 这些直位是 对 就是左两边 这个标殼的形态好像是整个车一样 是吗 像跑车一样 好像是跑车一样 好像很流线型的跑车一样 噢 不懂 好像又不懂车 就是我的感觉 感觉好像是流线型的跑车一样 侧面看它 而且它的纸钉其实做得很漂亮 它的立体感很重 看到吗 就算是远望 也看到它的纸钉是 反光的 即是它的抛光很漂亮 对 同意大前头是一只手 可以大家看看这些 可以大家看看这些 大只要注意 哇 真是好漂亮 对 针还要没有发 即是新正 所以这么说 这个全套是什么价钱 持上手 还有胶纸 还有胶纸 持上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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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戴上手也很好漂亮 真是 你戴什么也要 戴了一点 戴了一点 有些七师傅也比较难得加持 可能这一只就是其中一只 但是也很可以的 上手之后 两个长型又可以配到手型 好 托着手 好 价格 又开估到 这款Bougarie都是肤色的 有正书有盒 这款Bougarie 48mm 二售价是$16,800 $16,800 这款就比较便宜 因为这款是以ETA改的机芯来的 对对对 跟通用机芯 那应该是$16,800 是合理 这款是$40,000 这款是$100,000 对对 两款都很简单 对对 好 下款是什么 最后搞一个Omega的高颗彩蛋 高颗彩蛋吗? 高颗彩蛋 开个圈 这么大一个是什么? Omega 这么熟悉是这个? 这款是TOKIE的2020年特别版 我运这款也很棒 我以为是这款是$16,000 吓死人了 我都想我$16,000 吓死人了 这款东京奥运 有几个版本的东京奥运 这款是蓝色的 以前还没介绍过 哦 蓝面白红猫 蓝红猫 这款也吸引了 这款蓝色很特别 这款是东京的吗? 是 东京2020年 它有五款颜色 这是其中一款颜色 有白 黑 红 绿 这款是之前也有人问的 我记得有人问的 有人问的 这款都是用来收藏的 收藏的 之前有介绍过 好像是蓝色的 黑金 黑金 还有介绍过红猫 红猫也有介绍过 但这款蓝好像还没介绍过 第一次介绍过 这款蓝的蓝 它又不是很深蓝 很特别 不知道如何形容 它是Royal 又未到Royal 是军蓝 军蓝 不是深到很深的 圈是军蓝 表面不是 很特别 蓝色 真的要看看 很漂亮 蓝色的颜色 蓝色的颜色 带出了三个熊猫眼 是Doom的玻璃 其实会不会有点像 艾美的蓝熊猫 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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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点买 如果不贵几千元 因为艾美将会加价 几时之前落单仍是够加价? 最好是三月左右 因为四月前一定会加价 三月中就加价 整个官网的PiList会调高 全部官网的电价会调高 我们入货价都会贵了 简单说一句 现在看医疗片的朋友 如果对艾美有兴趣的话 三月前就一定要作出决定 不是想过几个水 是几千元的 大概知道什么价钱 艾美标迷留意了 三月之内有兴趣就要入手 这支Omega就是99新的一个状态 是我的新的 我常常都在说 但又不可以说全新 因为这张卡写着是2019年 但这支标就没有佩戴过 还有没有插过标带 标带也没有插过 我们叫99 又不可以叫NOS 其实没有所谓的 对价钱的状态就来的 对 看看这个 除非你说买来送给人就另计 买来自用 老实说对价钱的状态 状态都可以 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些都是 这些是收藏的一流 因为戴这些标很少会撞的 你真的好少会撞到外面 大家都同一支标 因为戴上手的状态 这支有什么价钱? 这支Omega是2019年的标 99新的 这支东京奥 这支的二售价是5万3千 5万3 5万3 行的机身都停了 161来的 161来的 161手上 这支如果是161的 Moonwatch Professional 如果找到全新 都要4万美的 对啊 所以如果你说它是特别版的话 差不多价钱了 差几千元 对啊 东京2020年限量版 不过就算161黑色那支 你找到全新都找不到 没有啦 这支 Omega东京奥换的二售价是5万3千 对啊 重复一次 5万3 大家记住了 5万3 还有什么呢? 还有彩蛋吗? 我拿给大家 还有彩蛋吗? 我拿 我拿 Bullgary彩蛋 又有Bullgary 好棒啊 这支是数字圈 这支是情水款 200美方水 彩蛋我相信应该是比刚才那两个便宜 是啦 一定啦 这支真的是彩蛋 但是都是那支带 竹节带 竹节带来的 都很新正 都新正 有少少痕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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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盒啊? 这支有盒和说明书的 这都算几好啊 我还以为彩蛋是这个证标 Fullset来的 38mm 有说明书和盒子 好 彩蛋价是多少钱呢? 这支Bullgary的彩蛋价是11800元 这支是防水标200米的 有天文台认证的这款标 标面陆建议有Cornomita 对啊 写了我 实际的证标 很长进啊 则师傅突然之间 是38mm 这个尺寸刚好 不大又不小 刚好 对啊 男也可以 女也可以 对啊 没错 好 今天介绍的标差不多了 对啊 今天介绍完了 好了 今天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留步了 够了一会儿 就会进行大抽奖了 希望大家好运了 有三个奖品 大家就看回片头的三者 PRO POSEMA 官神 和Smartin 对啊 还有20张奖券 20张金券 抽签到七师傅亲自颁奖 给你了 对啊 对啊 大家好运啦 好啊 今天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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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